看送吃飯 看送吃飯 吃什麼飯? 菠蘿炒飯 今天吃菠蘿炒飯? 對 什麼氣候吃過菠蘿炒飯? 因為平時白飯吃得多 吃一些有味的飯, 水果飯, 開胃 別問了, 兩位女士剛才適合 對 三姐煮什麼也適合 你煮什麼也不適合 我看見三姐就適合了 你別問什麼 先拍薑 什麼? 這是薑黃 薑黃? 對 有就沒, 沒有就可以加薑粉 這樣也可以 它的味道挺重 少許, 不會太重 你們放很少, 對不對? 原來買回來就是這樣? 沒有吃過之後 買? 中的, 三姐 很厲害, 三姐有後花軟黃味 這個很厲害 厲害 阿儀, 切融一點 我站在這裡, 薑黃味都沖上來 幸好你說薑黃味 對 我以為你說是女人味 她的照片, 她沒有資格 真的很厲害, 味道挺重 你以為這是什麼? 擺雷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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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有些顏色 我們先炒了桂花蛋 放一點鹽, 放一點鹽 放一點鹽 不太多的, 不需要有很多味道 有就行了 但大王, 你給我大約一茶匙的油 為何要油呢? 太多了 夠了… 油再用在哪裡呢? 蛋容易化, 容易散開 散開了嗎? 散開了嗎? 要油, 要油, 要油… 多嗎? 多 多嗎? 多, 多, 又不是做很多 好…先放進去 這樣 你現在煎粒碟, 不是煎桂花 三姐, 免得回應你 不用他, 你回應我就可以了 免得自己忘記了 這裡是怎樣煎桂花, 大家留意一下 沒錯, 剛才… 好, 先關火 關了 剛才我撿起, 已經開始熟熟了 應該再散一點 對… 不要太…要動它就馬上 如果不動它, 它會很快就瘋了一堆 對 其實這個菠蘿炒飯 是 是否真的源自於泰國或東南亞的地方 泰國 泰國真的嗎? 沒錯 因為那裡有多菠蘿 是 不用來炒飯, 不知道要做什麼 只會生氣 這個菠蘿要做得多小 這個你炒久一點 再按久一點就會變小 但我們就不需要太小 是 蛋片那樣也可以 不要比蛋片大, 要少許粒粒 是, 再小一點 這個火候控制要有少許… 掌握一下 掌握, 沒錯 你用這些鏟才好一點 等一下就把焦掉, 搞定了 對, 沒錯, 聰明, 例如聰明 不, 你做得清楚 剛才說我不清楚, 現在說我清楚 那想怎樣?大和鴻 所以它很不聰明 搞定了 你不要說這麼假的說話生者 你要直接說它是不聰明 這樣, 我們呢? 已經煎得很碎 對, 還可以碎一點 我們不用碎了, 不用碎了 有一點點蛋花體, 好 炒蛋, 這個桂花蛋也挺耐效 吃東西就要有一點時間, 是不是嗎? 吃東西也是, 但是這是蛋 蛋不是食物嗎? 我們做事在鏡頭面前 要漂亮一點就糟了 對, 不用做菠蘿, 弄得這麼漂亮 菠蘿自己弄的? 你穿西裝做什麼? 你穿西裝做什麼, 剛才穿西裝就行了 拿得好 拿得好 怎麼穿西裝有聲 芯姐, 真棒 真的想還她花很久 為何打胎 大王, 是不是嗎? 芯姐, 芯姐, 上一碟了 用嘴嘴嘴, 放在這裡 好, 吃飯, 沒錯 吃飯, 吃飯, 你很聰明 她的西裝是四季衣 我又不知道, 一年四季都是這套 等等… 我每次看她都不同身材 不同西裝, 都漂亮 只有這麼多, 她是四季衣 一年四季 穿衣服穿得這麼漂亮 你想想就沒理由… 漂亮她就不算了, 像一個人 大王, 桂花炒在這裡 我們用菠蘿 我們有這條菠蘿 我要香一點, 而且不要太大 對, 所以我用白鑊烘了 這一盤? 對 這一盤是白鑊烘了嗎? 對, 烘了 烘得這麼乾嗎? 一來, 飯不要太多水 第二來, 菠蘿會比較香 那你現在有大粒嗎? 它們有大有小, 有層次分明 我想問, 菠蘿中間那塊硬的東西 是否不用切走還是切走? 我們通常都不愛 你問她有養分一點 對, 放了一塊烏骨, 怎麼吃呢? 那個很滑 我記得切到沒有中間的白色 是切了還是沒切? 切了 拿走了 拿走了, 對 很像豬 可以嗎? 好, 切完玻璃 還有肉, 有鹹肉 有鹹肉嗎? 有鹹肉 有鹹肉, 對 這是哪裡的鹹肉? 這是上海的鹹肉, 這是買的 你可以醃進去 但泰國人很喜歡吃鹹肉 是嗎? 因為菠蘿炒飯的材料不多 醬料不多 所以我們也要找一些味道 有鹹肉, 有鹹肉 有鹹肉, 三姐 是呀, 可以包一包, 有香味 三姐 什麼? 客氣一點 好 我真的不知道你欺負別人的心中 你多受歡迎的 好, 我們還有些蝦 是嗎? 有蝦有什麼? 有蝦放進去炒飯 要怎樣?一粒還是什麼? 不是, 我們這樣 半邊半邊 鮮蝦還是冰鮮? 很大隻了 對, 怎麼夠分 你喜歡就開邊, 可以什麼? 一開二就不夠吃 我們這樣拍一拍 大件夾底吃, 馬上拍大它 拍大它 不是拍大它 讓它比較爽身 蝦很大, 其實是很大 是不是要切開它? 不用… 算了, 算了 算了嗎?你也不需要比喻 三姐覺得可以嗎? 拿鑊上去 好 大王, 麻煩你, 千萬別說 不好意思, 我們走開 沒有…一點也不是 不用, 三姐 不行, 它有點柔柔 你剛才要求了嗎? 不用 三姐, 鑊上去 是 應該怎樣起鑊 當然要用油 是… 大約是你預先一湯匙 夠了… 油開始熱了, 先放薑黃 先爆開 爆開, 是 麻煩 這個要爆多久? 爆一會兒就行了 其實大王說得有幾天 但有時候他很幫忙 他不是幾天, 他是耳鵝鵝鵝 對, 耳鵝鵝鵝, 不好意思 如果用金華火腿 這些第一, 是否太鹹不適合? 灑一灑吧 灑一灑, 灑一灑水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用鮮鹹肉 什麼時候用… 對, 你灑一灑吧 好, 我們放在這裡 好, 慢慢炒進去 謝謝 謝謝 一隻乖, 大王 這樣爆嗎? 是 三爆? 三爆, 行 要爆多久? 三爆, 乾了 一定要熟, 一定要熟… 這些很快熟, 切得這麼小 對, 很快熟 很香 你爆到熟了, 才放蝦 慢慢放, 這麼早放蝦? 不要這麼快, 要先熟 我方問白飯是否一定要過夜呢? 不是 雪凍會慢慢煮 雪凍會慢慢煮 也可以嗎? 要放硬身, 不要軟 不要爛, 這樣就好 煮多一些硬飯就可以用來炒飯 對, 沒錯 這個真的要爆得熟了 焦… 還有爆得起一點焦 對, 沒錯 差不多了嗎? 明白… 好, 這個時間可以冷… 在這裡放蝦 不用多洗一次鍋, 這樣就這樣 很好 家裡就是這樣 這個蝦是不是也爆熟了? 對, 八、九成熟了 是 現在的全部都一次過丟進去嗎? 不用一次過, 要有步驟的 不用再拿上來嗎? 對, 不用了 這樣就夠什麼? 其實不用加多少調味料, 知道嗎? 知道 對, 好了 這麼快炒飯? 我們給炒飯了, 放進去吧 我想問菠蘿 菠蘿需要用鹽水泡一下嗎? 要, 泡一下, 之前我已經泡過了 是否越甜的菠蘿就越好 還是一般泰國菠蘿 當然是甜菠蘿就好 你看看 要加火嗎? 要加火, 怎麼炒飯呢? 我們炒一下… 飯… 越來越旺了 煸了, 有點黃黃的感覺 米很漂亮, 炒到炒到… 炒到現在差不多 很棒 放一點鹽和糖 一點點, 不要太多 這個很少調味 很少調味 但要不要加糖, 菠蘿已經甜了 不同的, 有糖的, 真的有糖的 好, 放一點 這個時間我們烘乾了菠蘿碎 對, 在旁邊的鍋上烘乾水分 用白鍋烘乾水分 是 繼續炒? 對, 當然要繼續炒 不用小火?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看到, 去到什麼位置就完成了 因為它黃黃黃黃, 看不到 飯在鍋上跳一下跳一下 跳一下就行了? 對, 這樣就漂亮了 中心要加大顆嗎? 大顆, 待會呢? 要炒多久才加? 你看到它夠乾身, 最後加的 好, 大王, 加你的蛋 桂花蛋? 桂花蛋 給你的蛋 對 菜可以不加菜, 除了你喜歡 菜粒等等 放菠蘿就可以了, 菠蘿炒飯嘛 對, 差不多了 看得聽到聲音 聽到… 聽到… 對, 聽到, 這時候我們可以加大顆菠蘿 對, 但這個沒有汗乾的 這個不怕, 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的飯夠乾 有一點菠蘿汁在飯裡就可以了 又不怕濕水? 對 因為太多就不行 會有層次感 很有層次感 炒東西要有層次感 關火了嗎? 沒有, 給一點時間 放完新鮮菠蘿之後, 又要再炒多久? 炒幾下就可以了 讓它深熱就可以了 因為菠蘿本身熟 看見飯是一粒粒的 好, 我們現在差不多炒好了 好 因為你在家可以把菠蘿開邊 但我們現在出鏡 像你這樣, 就要穿西裝 在香菠蘿炒飯要穿好漂亮的衣服 對… 穿好自己的衣服 對, 她也是四季衣 放得漂亮, 好嗎? 慢慢 不, 因為我要把它不要摺掉 你撥這邊, 不要摺在前面 是 再拿一個筋來吧 好 全部掉下去, 是嗎? 這個四人夠多少人吃? 一個人吃光了 哪一人吃光了? 吃光了 這是肉鬆 這些肉鬆 隨便什麼肉鬆都可以 好吃 我們把它放在漂亮的位置 這樣就完成了, 大王 菠蘿炒飯,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隊友 很心絲 這是酒 這兒 這兒 你看 是 我的話 在前面 Alberto 你